泡在温泉池中 民众满联享受 冬北季风来袭 北部低温 一口气掉了七八度 周末还要跟玉神同行 湿湿答答 吸引不少游客 先到北头泡汤暖暖身 对来旅行的 马来西亚 就是天气就蛮凉的嘛 然后也比较适合泡温泉 对对对很舒服 然后睡得很好 泡完之后 你喜欢吗 我喜欢 天气来说的话 我们的确是生意部分 大概都有增加三到四成 从道后温泉请来 四座大神教 那会有游行的采接活动 那也会有现场的撞教活动 迎接秋冬温泉季 11月初新北头周边 还有热闹的日本撞教祈福 睽違四年 省大登场 只是先前 阳明山中山楼温泉水干枯 现在二度关闭 每一堂可泡 门口张贴公告 阳明山前山公园 公共浴池 因为都没有下雨 温泉水量不足 从10月18号起 又再度关闭 其实早在9月26号 阳明山前山公园 公共浴池 就因为水源不足关闭 直到10月7号 重新开放 没想到才过短短十几天 又没有温泉 难免让人担心 温泉季受到影响 我想应该不会担心 业者会比我们更担心 自来水处有在管理 所以基本上泉水的质量 还有水源 他们都会有仪器去检测 所以相信温泉水 应该都是足够 大家一起过来这边泡的 没有问题 业者拍胸脯挂保证 一定有汤可泡 毕竟入冬温泉旺季 可不能让人潮和商机 停止流动 欢迎新闻宋军 丑子林台北报道 世界局势变化莫测 你我都身在其人 国际间合纵连横 外交 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 无所不争 无所不战 环球大战线 全方位观点 与您一起剖析战略 走进环球竞争 最前线